今集我們來到台中 你一看當然是以為我們介紹高鐵站 高鐵真的不用怎樣介紹 如果你真的想我們介紹 我們才介紹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高鐵站 其實是來講食物的 台中延產 太陽拳呢 太陽拳是天津飯的名產 那天津飯是哪個地方 天津飯和餃子是財產的 那他們究竟是哪個國家呢 你不難不知道天津在日本 那餃子呢 餃子 這次我們拍的旅遊節目 不能留在一頭多一點 但可以帶大家吃到一個好東西 太陽餅 一些好吃的太陽餅 我可以拍一個太陽餅的專題 太陽餅 太陽餅 因為很多家都有不同自己的特色 真的 我們真的可以 例如三天兩夜網掃太陽餅之類 吃光給觀眾看 出事 也是出事的 台中的美食特產 就離不開太陽餅 太陽餅之類 所以很多品牌都會創作一些新式的 BAN SORI 讓大家可以輕輕鬆鬆地買回去吃 所以這次我們嚴選了這個 檸檬 390元 它是否要雪椒呢 吃飯的車就吃吧 大千層高 好像很好吃 可以試試嗎 好啊 很好啊 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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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點要切 冷凍是三個小時就要完結了 就是四百 所以那種呢 是啊 不是,是日子蛋糕 不過是日零 對,是日子蛋糕 好的 三個小時要加邊 冷凍就 我們吃酒店冷凍就行了 一刻吃吧 謝謝 不過是挺好吃的 不過呢 我覺得不能在海邊走走 一定沒有的 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這裏台中 你知道台中是什麼 台灣 台灣城市 大城市 台中是內陸地區 是不會有海邊的 我打算來隨便拍些東西 不夠五分鐘 燃賣藥 燃賣的東西 灌絕了我們 旅遊的消費主義 對 如果我們的觀眾 不消費 是你不消費 那些觀眾怎麼會相信你 沒錯 那你們的客人 怎麼會這樣 對 就是 所以是要瘋狂 你不付出 怎麼會別人給你 不過說真的 其實這個 剛才試過客 因為它是千層的蛋糕 中間夾不到零食 所以其實真的 我現在已經想吃 我想未去到台北 正常可以比賽我自己 未去台北 我吃光了 但是要冷凍 所以應該回去 留下今晚做宵夜 你沒有份的了 三個小時內 你要冷凍 確實可以 我們現在開始計算 對 現在去台北一個小時 在台北車站 去我們住的地方 要多久 我給你多一個小時 你好吃 中一個小時 讓你躺在這裏 等到三個小時 像剛剛適合雪櫃 結果一到台北 我們已經忍不住開箱 這個生魚檸檬千層蛋糕 包裝果然跟足日本風 精美而且有結構 這麼有個袋 好疏忍 海中袋 哇 還有煲和魚 這樣已經是設定了 這個冰 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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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未保冷 好像是開車 開車 來的 Lion Handbrake 對 Lion Handbrake 本人最後用了十分鐘 才切好一切 真是感動香港 這個更好地的狀態 比我們更好地的狀態 比我們更好地的狀態 更好地的狀態 對 這個更好地 因為它和雪糕蛋糕是一樣的 一定是寬容 與味融的狀態 是青檸檬皮 對 色一點點 不要以為發磨 其實它是一個 一層一層的檸檬 不是菠蘿來的 不好意思 這是蘋果片 青蘋果片 可以很鮮 但是很濃 但是蘋果還好 蘋果還好 蘋果其實配搭 蘋果真的是菠蘿 因為菠蘿 因為菠蘿 是英文叫菠蘿 蘋果 只要大家喜歡吃甜品的話 這個生魚檸檬千層蛋糕 去到台中 你就真的要試一下 因為這個是台中限定的 總括來說 有口感 又清爽 不是很甜 甚至酸酸的 即是不喜歡吃甜的 你都喜歡會吃的 你吃成吃到停不了口 我就是了 下次再去台中的時候 黃素太陽餅的時候 我一定會再買來吃 拜拜